詩曰 舊日豪華氏已空 銀瓶金屋夢魂中 黃爐晚日空殘壘 碧草寒煙所故宮 遂到餘燈游玉盡 莊台鸾靖霞長風 平誰話盡姓王氏 一納閒雲兩袖風 話說寒到國語王六兒 歸到謝家酒店內 吾女兒 到不得各坐吃山崩 使陳三爾去 又把那河官人勾來絮上 那河官人見地方中沒了留二 除了遺骸 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 和寒到國商議 你女兒愛姐 只是在府中守孝 不出來了 等我邁進貨物 討了奢賬 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吧 省 得在此坐這般道路 寒到國說 官人下顧 可知好力 一日邁進了貨物 討上奢賬 顧了船 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 不提 卻表愛姐在府中 與格翠平兩個持真守截 姊妹稱呼 甚是何當 白日黎與春梅作伴兒在一處 那時金戈爾大了 年方六歲 孫二娘所生育姐年長十歲 相伴兩個孩兒 便沒甚是坐 誰知自從陳靖祭死後 首輩又出征去了 這春梅每日珍修百味 林錦衣衫 頭上黃的金 白的銀 圓的珠 光照的無斑不有 只是惋惜 南進獨棉孤枕 浴火燒心 因見李安一條好漢 只因打沙張盛 尋風早晚十分小心 一日 冬月天氣 李安正在班房內上訴 呼聽有人敲後門 盲問道 是誰 指紋叫道 你開門則各 李安連盲開了房門 卻見一個人搶入來 閃身在燈光背後 李安看時 卻認得是養娘金潰 李安道 養娘 你這咱晚來有甚事 金潰道 不是我私來 裡邊奶奶拆出我來的 李安道 奶奶叫你來怎麼 金潰笑道 你好不理會的 看你睡了不曾 教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 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 拔與你 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 前日多累你壓解老葉行李車輛 又舊的奶奶一命 不然也吃張勝娜廝殺了 說必 留下衣服 出門走了兩步 又回身道 還有一件要緊的 又取出一定五十兩大元寶來 撇與李安自去了 當夜愁愁不絕 次早起來 竟拿衣服到家與他母親 做娘的問道 這東西是那裡的 李安把夜來誓說了一遍 做母親的聽言叫苦 當初張勝干壞事 一百棍打死 他今日把東西與你 卻是什麼意思 我今六十以上年紀 自從沒了你爹爹 瞞眼只看著你 若是做出事來 老身靠誰 明早便不要去了 李安道 我不去 他使人來叫 如何答應 婆婆說 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 李安道 終不成不去 惹老夜不見怪嗎 做娘的便說 你且投到你叔叔 山東夜叉李貴那裡住上幾個月 再來看事故何如 這李安中是個孝順的男子 就依助娘的話 收拾行李 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 春梅以後見 李安不來 三 四 五次時小半當來叫 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 次後見人來驗看 才說往元吉家中 討盤禪去了 這春梅中是腦橫在心不提 時光迅速 日月如梭 又早辣進陽回 正月初旬天氣 統治領兵一萬三千 在東昌府屯住已久 使家人周中 稍叔來家 叫班取春梅 孫二娘 並金歌 御姐家小上車 只留下周中 東莊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 原來統治還有各族地周軒 在莊上住 周中在府中 與周軒 葛翠平 寒愛姐看守宅子 周人與眾軍勞保定車輛 往東昌府來 此一去 不為深明離故土 爭之此去少回城 有此一篇 丹道周統治果人是一元好江財 當此之時 中原蕩掃 智玉吞湖 但見 四方道起如屯風 狼煙烈焰熏天紅 將軍一怒天下安 興山掃盡疑從風 公事望思願已久 此身許國不知有 金歌一日愁戰爭 麒麟圖畫宮為首 燕門關外秋風烈 鐵衣批張握寒月 漢馬族秦二十年 贏得斑斑病如雪 天子鳴鑑萬里魚 幾番牢來經書 肘玄金印大如斗 無負堂堂七 此區 有日 周人鴨家眷車輛到於東昌 統治見了春梅 孫二娘 京歌 玉姐 眾丫鬟家小都到了 一路平安 心中大喜 就在統治府衙後聽居住 周仁錫把東莊上請了二爺來宅內 同小的老子周中看守宅社 說了一遍 周統治又問 怎的李安不見 春梅道 又提慎李安 那思我因他捉獲了張勝 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 與他娘穿 他到晚西尋風 進入後聽 把他二爺東莊上收的子利銀 一包五十兩 放在民間桌上 偷的去了 幾番使半 當教他 只是推並不來 落後又使教去 他躲得上青州原籍家去了 統治便道 這思我道看他 原來這等無恩 等我慢慢插人拿他去 這春梅也不提起寒愛解之事 過了幾日 春梅見統治日主理論軍情 甘朝廷國務 交心勞司 日中尚未俠時 至於房為色欲之事 久不沾身 因見老家人周中賜子周易 年十九歲 生得眉清目秀 眉來眼去 兩個暗地私通 就勾搭了 朝朝暮暮 兩個在房中下棋飲酒 只瞞過統治一人不知 一日 不祥北國大 金皇帝滅了遼國 又見東京親宗皇帝登基 集大士翻兵 分兩路叩亂中原 大元帥年梅赫 領十萬人馬 出山西太原撫井行道 來搶東京 副帥沃離部由譚州來搶高陽關 編兵抵擋不住 荒了兵部尚書李綱 大將總師道 星夜火牌羽書 分條山東 山西 河南 河北 關東 陝西分六路統治人馬 各一要地 防守截殺 那時陝西劉延慶領嚴隋之兵 關東王秉領墳將之兵 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 河南新興宗領張德之兵 山西楊維中領澤路之兵 山東周秀 領青眼之兵 卻說周統治 見大士翻兵來搶邊界 兵部與書火牌新火來 連盟整律人馬 全裝披掛 尖道進兵 筆及少馬到高陽關上 經國甘離部的人馬 一搶進官來 殺死人馬無數 正值五月初旬 黃沙四起 大風迷目 統治提兵盡 不防被甘離部都馬反攻 梅秋一見 正射中咽喉 隨馬而死 中藩將就用鉤索搭去 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失守 馬代而遠 所傷軍兵無數 可憐周統治一旦陣亡 王年四十七歲 正是 於家衛國中良將 不便賢於 血染殺 古人亦不盡 做師一首 以探之曰 聖敗兵家不可欺 安危端自命為之 出師為傑身先喪 落日將留不勝悲 巡撫張書頁 見統治梅於鎮上 連忙明金收軍 茶點折商士族 退守東昌 新夜奏朝廷 不在話下 布下士族 再失守還到東昌府 春梅何家大小 豪哭洞天 和棺木盛煉 交割了兵符印信 一日 春梅與佳仁周仁 發喪在陵舊歸清河縣不提 劃分兩頭 單表格翠平與寒愛姐 自從春梅去後 兩個在家清茶淡飯 首劫持針 過 其日月 正值春晉下出天氣 謹物鮮明 日常珍止困倦 姊妹二人閒中徐步 到西書院花亭上 見百花盛開 應提艷雨 觸景傷情 葛翠平心還坦然 這寒愛姐 一心只想念陳靜記 凡事無情無敘 賭物傷悲 不覺煽然淚下 姊妹二人正在悲淒之際 只見二爺周軒 走來勸道 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 虛所解嘆 我連日做的夢 有些不急 夢見一張弓掛在旗桿上 旗桿折了 不知是凶事急 寒愛姐道 道只怕老爺邊上 有些說話 正在游疑之間 忽見家人周人 掛住一聲笑 慌慌張張走來 報道 或是 老爺如此這般 五月初七日 在邊關上陣亡了 大奶奶 二奶奶家眷 載著鈴車都來了 慌了二爺周軒 收拾打掃前聽乾淨 亭放靈舊 百下祭祀 何家大小 哀好起來 一面做摘壘妻 僧道念經 經歌 欲解披麻戴孝 吊客往來 擇日出病 安葬與祖營 句不必細說 卻說二爺周軒 引住六歲經歌爾 行文書深奏朝廷 討記葬 席替組織 朝廷名將 兵部附體引奏 已故統治周秀 奮身報國 梅於王室 忠永可家 遣關玉祭一壇 目鼎追風都督之職 依子照麗悠仰 初幼席組織 這春梅在內已仰之餘 因情遇盛 長留周易在香閣中 鎮日不出 朝來目往 淫欲無度 生出骨征勞病症 逐日吃藥 減了飲食 消了精神 體受如柴 而貪淫不已 一日 過了他生辰 到六月腐蜀天氣 早晨宴起 不料他摟著周易在床上 一謝之後 鼻口皆出涼氣 淫金留下一挖口 就鳴呼哀哉 死在周易身上 王年二十九歲 這周易見沒了氣 而 就慌了手腳 向鄉內抵到了些金銀細軟 待在身邊 逃走出外 丫鬟養娘不敢隱匿 抱與二爺周軒得知 把老家人周中鎖了 押住抓尋周易 可煞作怪 正走在城外 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 一條鎖字拴江來 已知其情 孔陽出醜去 金歌久厚不可席職 拿到前聽 不由分說 打了四十大棍 及時打死 把金歌與孫二娘看著 一面發桑於祖營 與統治合葬壁 房中兩個養娘並海棠 月櫃 都打發個尋頭巷 嫁人去了 只有葛翠平與韓愛姐 再三勸他 不肯前去 一日 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便梁 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 都被掳上北地去了 中原無主 四下慌亂 兵歌扎地 人民逃窜 梨樹有塗炭之枯 百姓有道玄之苦 大士翻兵已殺到山東地界 民間夫逃妻散 鬼哭神豪 父子不相顧 葛翠平已被他娘家領去 各逃生命 只丟下韓愛姐 無處依已 不免收拾行裝 穿著隨身慘淡衣衫 出離了清河縣 前往林青找尋他父母 到林青謝家店 店也關閉 主人也走了 不想撞見陳三二 三二說 你父母去年 就跟了何官人 往江南湖州去了 這韓愛姐 一路上懷抱樂琴 唱小詞曲 往前抓尋父母 隨路積餐可飲 夜住小行 茫茫如喪家之犬 急急如漏網之魚 公邪又小 千辛萬苦 行了數日 來到徐州地方 天色晚了 投在孤村裡面 一個婆婆 年紀七旬之上 正在造上儲米造飯 這韓愛姐便向前到了萬福 告道 奴家是清河縣人士 因為慌亂 前往江南投青 不期天晚 全借婆婆這裡投訴一消 明早就行 房金不少 那婆婆看這女子 不是貧男 人家婢女 生得舉止典雅 容貌非俗 因說道 既是投訴 娘子請抗上座 等老身造飯 有幾個挑何夫子來吃 那老婆婆抗上柴造 當時做出一大鍋拜 倒插豆子乾飯 又切了兩大盤生菜 搓上一包鹽 只見幾個漢子 都捧頭金腿 昆褲兜當 攪上黃泥 進來放下敲絕 便問道 老娘有飯也餵 婆婆道 你每次去盛吃 當下各取飯菜 四散正吃 只見那一人 約四十四五年紀 紫面黃髮 便問婆婆 這抗上座的是什麼人 婆婆道 雙引號 此位娘子 是清河縣人士 前往江南巡父母去 天婉在此投訴 那人便問 娘子 你姓什麼 愛姐道 奴家姓韓 我父親名韓道國 那人向前扯住問道 姐姐 你不是我侄女 韓愛姐嗎 那愛姐道 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 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 因問 你爹娘在那裡 你在東京 如何至此 這韓愛姐一五一十 從頭說了一遍 因我架在守備府裡 丈夫沒了 我守寡到如今 我爹娘跟了何官人 往湖州去了 我要找尋去 慌亂中佑 沒人帶去 胡亂單身唱詞 密歇一時前去 不想在這裡撞見叔叔 那韓二道 自從你爹娘上東京 我沒迎生過日 把房兒賣了 在這裡挑河做夫子 每日密碗飯吃 既然如此 我和你往湖州 尋你爹娘去 愛姐道 若是叔叔同去 可知好力 當下也剩了一碗飯 與愛姐吃 愛姐瞎了一口 見粗飯 不能夜 只瞎了半碗 就不吃了 一宿晚景提過 到次日到明 眾夫子都去了 韓二交納了婆婆房前 領愛姐作辭出門 望前途所盡 那韓愛 姐本來嬌嫩 公邪又小 身邊帶著些細軟拆書 都在路上零碎盤蝉 將到淮安上船 以威望江南湖州來 非止一日 抓尋到湖州和官人家 尋著父母 相見會了 不想和官人已死 家中又沒妻小 只是王六二一人 丟下六歲女兒 由極情水到田地 不上一年 韓道國也死了 王六二元與韓二就有扎爾 就配了小叔 種田過日 那湖州有富家子弟 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誌 都來求親 韓二再三交他嫁人 愛姐歌發悔墓 出家為你 是不再配他人 後來至 三十一歲 無疾而終 正是 真骨未歸三尺土 願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二成其夫婦 請受和官人家業田地 不在話下 卻說大金人馬 搶過東昌府來 看看到清河縣地界 只見官吏逃亡 城門咒諸 人民逃竄 父子流亡 但見 燕生四野 日碧黃沙 風使長舌 互相吞噬 龍爭虎鬥 各自爭牆 造智紅旗 布滿嬌野 南提女枯 萬戶金黃 翻軍魯江 疑似以巨峰臀 短劍長槍 好似森森密竹 疑處死尸修骨 橫三術四 一船船折刀 段劍 七段八截 各個邪男暴女 家家閉門關戶 時事久空 不顯鄉村成郭 張奔鼠竄 那契李月衣官 正是 得多少工人紅袖枯 王子白衣行 那時 吳月娘劍翻兵到了 家家都關鎖門戶 亂窜逃去 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丸 戴在身邊 那時吳大舅已死 只同吳二舅 戴安 小玉 領著十五歲孝哥二 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 要往济南府投奔雲泥手 一來必兵 二者與孝哥完就親世 一路上只見人人慌亂 各個驚骇 可憐這吳月娘 穿著隨身衣服 和吳二舅男女無口 砸在人隊裡挨出城門 到於郊外 往前奔行 到於空也十字路口 只見一個和尚 身披紫賀袈衫 手指九環西杖 腳踏盲斜 肩上揹著條布袋 袋內裹著經典 大一步迎將來 與月娘打了個問訊 高聲大叫道 吳氏娘子 你到那裡去 還與我徒弟來 虎得月娘大驚失色 說道 師父 你問我討什麼徒弟 那和尚又道 娘子 你修推睡裏夢裏 你曾記的十年前 在戴月東風 被煙天夕趕到我山洞中投訴 我就是那學洞老 和尚 法號普敬 你許下我徒弟 如何不與我 吳二舅便道 師父出家人 如何不進道 此等慌亂年成 亂窜逃生 他有此孩兒 久後還要接待香火 他肯舍與你出家去 和尚道 你真個不與我去 吳二舅道 師父 你休閒說 誤了人的去路 後面只怕翻兵來道 朝不保目 和尚道 你既不與我徒弟 如今天色已晚 也走不出路去 翻人就來 也不到此處 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 明早去吧 吳月娘問 師父 是那寺中 那 和尚用手指一指 道 那路旁便是 和尚引住來道永福寺 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 曾走過一遭 筆集來到寺中 長老僧眾都走去大半 只有幾個禪和尚在後邊打坐 佛前點著一大盞琉璃海燈 稍看一爐香 以示日色咸山時分 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 戴安 小玉 孝戈爾 男女吳口爾 投訴在寺中方丈內 小和尚有任的 安排了些飯食 與月娘等吃了 那普敬老師 家夫在禪堂床上敲目魚 口中念經 月娘與孝戈爾 小玉在床上睡 吳二舅和戴安 坐一處 住了慌亂辛苦抵人 都睡著了 只有小玉不曾睡熟 起來在方丈內 打門縫內 看那普敬老師父念經 看看念至三更時 只見金風七七 邪月蒙蒙 人煙寂靜 萬賴無聲 佛前海燈 半明不暗 這普敬老師見天下慌亂 人民遭結 陣亡橫死者極多 發慈悲心 師廣惠立 李白佛言 劍拔幽魂 解釋素冤 絕去掛愛 各去超生 於是送念了百十遍解冤經咒 少請 陰風七七 冷氣嗖嗖 有數十倍焦頭爛額 蓬頭泥面者 或斷手折臂者 或有枯腹彎 心者 或有無頭補足者 或有吊井枷鎖者 都來勿領禪詩經咒 列於兩旁 禪詩便道 你等眾生 冤冤相報 不肯解脫 何日是了 汝當地聽無言 隨方託話去吧 既曰 勸而莫結冤 冤身難解結 一日結成冤 千日解不徹 若將冤解冤 如湯去潑雪 我見劫冤人 盡被冤魔者 我今此懺悔 各把性勿徹 照見本來心 冤千自然雪 仗此精力深 見拔諸惡夜 汝當各脫生 再勿將冤解 當下眾魂都敗泄而去 小玉妾看 都不認得 少請 又一大汗進來 身長七尺 形容魁毀 拳裝灌甲 胸前觀著一使劍 自稱統治周秀 陰與藩江對敵 折於鎮上 金蒙師劍拔 今往東京 脫生於神靜為賜子 名為神守善去也 言未以 又一人 素體容身 口稱是清河縣附護西門慶 不幸溺血而死 金蒙師劍拔 今往東京城內 脫生父護沈通為賜子沈月去也 小玉認的是他爹 虎得不敢言語 以而又有一人 提著頭 浑身皆血 自言是陳靜忌 因被張聖所殺 蒙師金弓劍拔 今往東京城內 禮家為賜子去也 與王家為子去也 以而又見一婦人 也提著頭 胸前皆血 自言 奴是五大妻 西門慶知妾攀氏是也 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 蒙師劍拔 今往東京城內 離家為女脫生去也 以而又有一人 身躯矮小 面被青澀 自言是五直 因被王婆娑攀氏下要吃毒而死 蒙師劍拔 今往徐州鄉民犯家為難 脫生去也 以而又有一婦人 面色黃瘦 血水淋漓 自言 妾身李氏 乃花子虛之妻 西門慶之妾 因害雪山崩而死 蒙師劍拔 今往東京城內 原指 徽家脫生為女去也 以而又一男 自言花子虛 不幸被妻妻死 蒙師劍拔 今往東京正千戶 家脫生為男 以而又見一女人 警禪攪帶 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望妻送事 自一身死 蒙師劍拔 今往東京諸家為女去也 以而又一婦人 面黃雞獸 自言周統治七旁是春眉 因色牢而死 蒙師劍拔 今往東京於孔家為女 脫生去也 以而又一男子 裸形披發 渾身仗痕 自言是打死的張聖 蒙師劍拔 今往東京大興為貧人高家為男去也 以而 又有一女人 向上纏著鎖子 自言是西門慶妾孫雪娥 不幸自一身死 蒙師劍拔 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為女去也 以而又一女人 年小 向禪攪帶 自言西門慶之女 陳靜記之妻 西門大姐是也 不幸異議身死 蒙師劍拔 今往東京城外 與翻譯中貴為女 脫生去也 以而又見一小男子 自言周易 亦被打死 蒙師劍拔 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為男 明高劉柱兒 脫生去也 言必 各恍然不見 小玉虎的站立不已 原來這和尚 只是和這些 鬼說話 正欲向床前告訴吳月娘 不料月娘睡得正熟 一靈真姓 同吳二就眾男女 身帶著一百顆狐珠 一柄寶石掏還 前往濟南府 投奔親家雲禮首 一路到於濟南府 詢問到雲參江寨門 通報進去 雲參江聽見月娘送親來了 一見如故 敘必禮述 原來新晉沒了娘子 央美林社王婆來陪戴月娘 在後堂酒飯 甚是豐盛 吳二舊 戴安令再一處管代 因說起必兵就親之事 因把那百顆狐珠 寶石 掏還教與雲禮首 全為查理 雲禮首收了 並不言 其就親之事 到晚 又叫王婆陪月娘一處歇臥 將言說念月娘 以挑嘆其意 說 雲禮首雖五官 乃讀書君子 從歌山今之時 就留心娘子 不欺夫人沒了 官居至今 今聚此山城 雖是任曉 上馬管君 下馬管民 生殺在於掌握 娘子若不棄 願成抗力之歡 一雙良好 令狼亦得邪勤盡之佩 等待太平之日 再回家去不遲 月娘聽言 大驚失色 半賞無言 這王婆回報雲禮寺 次日昔晚 至酒後堂 請月娘吃酒 月娘只知她與孝戈爾玩親 連 忙來到席前續作 雲禮首乃道 嫂嫂不知 下官在此雖是山城 管著許多人馬 有的是財帛衣服 金銀寶物 缺少一個主家娘子 下官一向思想娘子 如喝思浆 如熱思涼 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裡與令狼玩親 天賜姻緣 一雙良好 成其夫婦 在此快活一世 有何不可 月娘聽了 心中大怒 罵道 雲禮首 誰知你人皮包住狗骨 我過世丈夫不曾把你清代 如何一旦出此犬馬之言 雲禮首笑嘻嘻向前 把月娘搂住 求告說 娘子 你自家中 如何走來我這裡作甚 自古上門買賣好作 不知怎的 一見你 魂靈都被你射在身上 莫奈何 好歹完成了吧 一面拿過酒來和月娘吃 月娘道 你前邊叫我兄弟來 等我與他說句話 與你首笑道 你兄弟和戴安二小思 已被我殺了 吉令左右 取那賤物是 與娘子看 不易時 燈光下 雪莉莉提了無二舊 戴安兩顆頭來 虎得月娘面如土色 一面枯倒在地 被雲禮首相前抱起 娘子不須煩惱 你兄弟已死 你就與我為妻 我一個 總兵官 也不電辱了你 月娘自私道 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 我若不從 連我命也喪了 乃回稱作喜 說道 你須依我 奴方與你做夫妻 雲禮首道 不居甚是 我都依 月娘道 你先與我孩兒玩了房 我卻與你成婚 雲禮首道 不打緊 一面叫出雲小姐來 和笑歌兒推在一處 引河緊揹 晚童心結 成其夫婦 然後扯月娘和她雲禮 這月娘卻拒阻不肯 被雲禮首份人大怒 罵道 賤婦 你轟得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 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 向床頭提劍 隨手而落 雪劍術不知遠 正是 三尺利刀鑄向上 滿腔鮮血濕模糊 月娘劍砍死笑歌兒 不覺大叫一聲 不想撒手驚訣 卻是難科一夢 虎得渾身是汗 便體生驚 連道 怪哉 怪哉 小玉在旁 便問 奶奶怎的哭 月娘道 世間做的一夢不祥 不免告訴小玉一便 小玉道 我道剛才不曾睡著 悄悄打門奉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 剛才過世俺爹 五娘 六娘和陳姐夫 周守輩 孫雪 俄 來望兒媳父子 大姐都來說話 各四散去了 月娘道 這四後見埋著她美 夜靜十分 驅死燕魂如何不來 娘兒們說了回話 不覺五更 激叫天明 吳月娘梳洗面貌 走到禪堂中 禮佛燒香 只見普敬老師在禪床上高叫 那吳是娘子 你如何可醒悟得了嗎 這月娘便跪下參拜 上告尊師 弟子吳是 肉眼凡胎 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 世間一夢中都已醒悟了 老師道 既已醒悟 也不消前去 你就去 也無過只是如此 倒霉的喪 聊五口二性命 你這兒子 有分有緣遇著我 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 不然 定然難免骨肉分離 當初 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 此子轉身託話你家 本要蕩散其財本 傾富其產業 臨死還當身守異處 今我度脫了他去 做了徒弟 常言易子出家 九祖升天 你那夫主冤謙解釋 易得超生去了 你不信 跟我來 與你看一看 於是插步來到方丈內 只見孝戈爾還睡在床上 老師將手中禪杖 向他頭上指一點 叫月娘眾人看 忽然翻過身來 卻是西門慶 向戴辰家 妖系鐵索 附用禪杖指一點 依舊是孝戈爾睡在床上 月娘見了 不覺放聲大哭 原來孝戈爾即是西門慶脫生 兩久 孝戈爾醒了 月娘問他 如何你跟了師父出家 在佛前與他剃頭 摩頂授記 可憐月娘扯住痛哭了一場 幹生受養了他一場 到十五歲 指望成家四夜 不想被這老師換話去了 無二舊 小玉 戴安一杯不盛 當下這普敬老師 領定孝戈爾 起了他一個法名 換作名物 作辭月娘而去 臨行 吩咐月娘 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 如今不久翻兵退去 南北分為兩朝 中原已有個皇帝 多不上十日 兵戈退散 地方寧靜了 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 月娘便道 師父 你度脫了孩兒去了 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 不覺扯住 放生大哭起來 老師便道 娘子休哭 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 轟得眾人扭緊回頭 當下話陣清風不見了 正是 三將陳還人不實 書人飛過帶東風 不說普敬老師 幻話笑歌兒去了 且說吴月娘與吴二舊眾人 在永福 賜住了十日光景 果然大驚國立了張邦昌 在東京稱帝 至文武百官 徽宗 親宗兩軍北 康王尼馬渡江 在建康即位 世衛高宗皇帝 拜宗則為大將 賦取山東 河北 分為兩朝 天下太平 人民復業 後月娘歸家 開了門戶 家產器物都不曾疏失 後就把戴安改名做西門安 一 承受家業 人稱呼為西門小園外 養活月娘到老 授年七十歲 善終而亡 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 有詩為政 法月遺書思枉然 誰知天道有循環 西門豪橫難存似 靜忌顛狂定被奸 樓月善良中有獸 平眉銀翼早歸全 可怪今年遭惡暴 遺臭千年作畫傳